现在我们又到了一窝野生蜜蜂堂的蜂窝里 现在这个时候还有这种叫黄脚 叫无蜂蜜蜂在这里守着 不让它们抓它 现在这个季节蜂蜂还是很多的 蜂窝在这里 看看 这个原来是松树 松树就是松树根被白蚁给咬了 然后白蚁就租一个大坡在这里了 现在西周这些杂草太多了 我们先清理一下 然后再工作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挖这一坡 这些鸡被都是很老的 你看 估计到多少门 红蜂都在我脚底下这个位置 挖这个蜂洞真的很费体力 有点累哦 要休息几分钟呀 要不然真的有下干不动了 现在我们已经挖进这个蜂巢了 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要必须要很慢很慢动作 不能把这个蜂洞挖塌了 挖塌了 那个蜜糖就不能要了 要一点点的泥巴 一点点的挖 来了宝贝啊 这一步是绝对的老蜜 这些蜜好 这些够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第一片蜂蜜取出来了 你看 这些都是老蜜来的 还有这个黄蜂 我们不要伤害它 老蜂巢 这个蜂蜜 都是很老的蜂蜜 蜜也很老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蜂蜜的气量怎么样 晶晶剔透的 非常的不错 哦 哦 老蜂 颜色比较深 这种都是老蜂 这里还有好几片 这个蜜蜂被我们惊吓了一下 都躲到里面里面去了 都不敢出来了 它是抵抗不了像我们人类这种 那么大的敌人的 这一片也是很漂亮的 这种野味口感是一级的胖 可以拿那么大一块糖 这一块大概有一斤多 还是蛮重 大家看一下 这个野生蜜蜂的话 它采集的花粉都是五颜六色的 因为它采集中药的花粉 百花嘛 各种各样不一样的 它分成了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就是从这些花粉花蜜中来的 这个蜂蜂不知道住了多少年了 这种在大山里面找 不是那么容易找得见它们 哇 它就漂亮了 非常饭的老糖 这个蜂蜂 准备起完了 现在还剩那么一点 越去到最后 那几片是越小的 这小蜜蜂刚刚出来有很多 也没什么蜂蜜的 等一下我们放回去 让它们再继续造窝吧 这一窝蜜呢 我们就取得了这么多 大概有七八斤这样 都是非常好的老蜜哦 等一下呢 我们把这个蜂蜂放回去 让那个蜜蜂继续做窝在里面 明年 或是后年 我们再来取啦 今天这窝蜂的收获满满的 得了好多蜜 现在也两点多了 我们要收工回去吃饭了 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再见吧